敲彼得敲了好几下意识锤 美国众院议长佩洛西 做出重大宣布 表示将不再寻求连任 民主党众院领袖 82岁的佩洛西 1987年进入国会 2007年首度担任 众院议长成为女性第一人 2019年她二度当选 期间不止两度弹劾川普 今年还无惧威胁 也展开历史性访台 尽管未来不当议长 她强调还是会服务选区 佩洛西堪称民主党内 最有影响力的人 包含参院民主党领袖舒默 也发表感人讲话赞美佩洛西 目前预料民主党52岁的纽约众议员 杰弗瑞最可能接班 民主党政院领袖一职 至于将笃定拿下一张宝座的 共和党众议员麦卡锡 未来的挑战其实不轻松 因为共和党内已分裂成 挺川反川两个阵营 包含美国前副总统彭斯 都多次表态不挺川普 不过同为抗中 有台派的麦卡锡 7月时曾松口若当上议长 将乐意访台 未来是否兑现将成为全球焦点 TVB新闻 继续报道